大家好,我是刘刘,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在新西兰跑步,所以更新有点迟,让大家久等了。 现在很多家庭有很多影像资料都储存在硬盘上,比如我吧,我的电脑就外接了三个硬盘,大概存了从1920年到现在为止,几百上千部蓝光画质的电影,一共有十几个T。 而深度学习数据库,比如Imaginat,全集就有1.2T,而一些更大的数据库,比如YT Faces或者YFCC100兆,因为数据量太大,我都没敢下,所以这次打算装一个家庭存储器,能够满足未来五年家庭存储的需要。 因为是家用满,要求比较小巧,所以考虑来考虑去,大概打算用8张10T的硬盘,组装一个家用NAS。 这个家用NAS考虑到未来会升级到万兆内网,所以需要能够支持万兆带宽。 而希望硬盘能够在万兆带宽下跑到满数。 这样考虑来考虑去,打算用ZFS搭一个RAID Z2的系统。 RAID Z2的意思是说,即使有两张硬盘坏了,也能够数据重建成功。 之所以用ZFS,而不用RAID卡,是因为ZFS假设是一个10T的硬盘,中间用了6T,重建的时候就只需要重建6T的数据,而不是整个10T一起重建,大家加快了重建的速度。 而且ZFS是开源软件嘛,所以你要修一些东西也很方便,自己修一修就好了。 ZFS也支持读写缓存,所以这次在读缓存方面,选用了三星的970 EVO PLUS 1T。 970 EVO PLUS是三星在今年年初新出的一个SSD,它是970 EVO的升级板,采用了三星最新的96层TLC工艺。 所以在写入的速度方面大大提升了,读取的速度也有一些提升。 唯一的不足是它的兼容性上有一些问题,比如Mac它就不兼容, 会导致你的Mac死机,所以这次希望我们好运吧。 在写缓存方面,ZFS支持一个叫做ZFSIntentLog的东西。 ZFSIntentLog的意思是说,它的数据,每5秒的数据呢, 它会先写到它的ZFSIntentLog一个叫Slog的地方, 然后呢每5秒把这个数据实际上写到硬盘上。 所以这个写缓存大概需要能够支持有每秒1G的写入的话, 大概最多最多要写5个G的数据。 而我们这次选用了Intel Optum 800P, 作为它的一个写缓存,就是放ZFSIntentLog的地方。 这次是选用的58G的版本,绰绰有余了。 Intel Optum和普通的三星的SSD下面用的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Optum用的一个是叫3D X-Point的技术, 这个技术它的好处是非常简单, 让写哪儿就写哪儿,不像SSD主控要做很多的东西, 而且还有写放大的问题。 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写缓存在ZFS系统里面需要呼叫很多次F-Sync, 它的Q-Depth其实是很浅的, 所以呢写入的速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每秒钟能够写多少次。 Optum 800P虽然不是Intel最高端的Optum的版本, 它的每秒写入次数也是比如说三星970Evo的两倍还要多, 对于ZFS写缓存的这种应用场景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家用的NAS需要小巧嘛, 所以这次选用的是万尤的810A的这样一个机箱, 这个机箱支持8张硬盘, 同时呢它空间占用非常小, 而且它是唯一一个这么小, 还支持用MITX主板的一个机箱, 而主板我们选择的是超微的X11SDZTP8F这样的一个主板, 是超微最新的一个Axon D2123ITCPU的一个主板, 这个主板呢它有万兆网口也支持ECC的内存, 而CPU的性能来说的话是一个适合支持hyperthreading的CPU, 它的主频是2.2G,能够锐频到3G, 是能够足够满足我们需要的, 同时它还有两个M2卡的插槽, 正好适合放我们的读缓存和斜缓存, 硬盘的选择上的话, 我这次用了两个品牌的硬盘, 都是10T的冲氦的硬盘, 一个是希捷的Axons10T冲氦硬盘, 另一个是日历的HGST10G的冲氦硬盘, 这两个硬盘它的MTBF都非常高, 有250万个小时, 而比如说大家推荐的希捷酷狼, 它的MTBF大概只有100万个小时, 同时价格上来说的话其实也差不多, 所以我不是很懂大家为什么会推荐希捷酷狼, 还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解释一下。 在内存方面, 因为说了支持ECC内存嘛, 所以我们就是用的三星的16G ECC内存, 一共有4条是64G, 顺便说一句, 就是ZFS的独缓存其实是有很多条优的坑的, 因为在ZFS刚开始写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SSD这种存储建制的, 他们考虑的一个独缓存就是一个15000转的硬盘, 所以它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小坑, 比如,当你顺序读取的时候是不经过独缓存的, 或者是你独缓存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预值的时候, 就不从独缓存里面走了, 诸如此类, 具体的大家可以看ZFS里面的ARC.C的原代码和注释, 它里面各种情况都讲得挺清楚的, 所以呢,我在Petro上也投了一个叫BcashFS的项目, BcashFS是Bcash的作者搞的, Bcash是Linux上一个非常可靠, 非常快的用SSD做缓存的系统, 它作者新搞的BcashFS是Linux的下一代文件系统, 这个文件系统有一些高级的特性, 比如支持RID, 比如它支持硬盘快照之类的这些东西, 同时呢, 它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 未来的存储架构是一个多层的存储架构, 就是从意识性的内存, 到Intel Optane的非意识性内存, 再到特别快的, 比如970 Pro的SSD, 再到特别大但是慢一些的SSD, 比如基于QLC的SSD, 再到更大的机械硬盘, 7200转的机械硬盘, 再到更慢但是更大的5400转的机械硬盘, 这样的一个多层的存储架构, 它都能够非常优化的处理, 希望大家也能够在Patreon上支持它的项目, 那么话不多说了, 就让我们来装一下今天的家用NAS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击质打赏 圆测的肌肉, 然后再到宽头 转发 打赏出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公司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台机器在安装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的 首先M2的两个插槽有一个插槽并不是2280的接口 所以呢这个Intel的Opten在那个插槽里根本放不下 接下去的问题是关于这个硬盘的 我们用的是日历的这个硬盘是企业级的硬盘 所以它有一些功能 其中一个功能叫做Power Disable 这个功能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企业的环境下一个服务器有好多好多的硬盘 其中一些硬盘可以把它关掉 这样就可以省电 于是呢在SATA的第三个接口的地方 如果带电的话 这个硬盘是不启动的 可是在以前的SATA协议中 SATA的电源口的第三个接口 它是带电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硬盘直接插到万油的机箱里的话 它是识别不了的 启动不了的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我用透明胶把它的第三个针角给封起来了之后 就带不了电了 于是这个硬盘就能够正常的识别并且启动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机箱散热的问题 因为我们用的这块主板是被动散热的 所以如果把机箱盖盖上的话 整个机器的温度很快就能飙升到80、90、100度 然后就自动关机了 我在散热板上加了一个小风扇 这样温度就能够稳定在60到70度左右 比较理想 同时在机箱上面打了一排散热孔 这样整个机器的风流也比较流畅 盖上机箱之后 能够稳定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 我在装好了Ubuntu上的ZFS之后 简单测了一下这台机器的速度 写入速度能够达到700兆每秒左右 读取速度如果是通过缓存的话 能够达到1700兆每秒左右 在接下去的一期 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如何在Ubuntu下配置ZFS 达到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速度 同时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万兆带宽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速度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